紅燒豆腐豆瓣魚 紅燒豆腐豆瓣魚的所有食材 蒜頭拍裂後切碎 切薑末 切蔥花 辣椒切圈 香菜略切 豆腐切厚片 鱸魚表面畫刀 撒上鹽少許 塗抹均勻備用 開中小火 倒入油 稍微潤鍋 30公分大直徑可以幫助整隻魚 八層不沾結構好料理不黏鍋 第一次煎魚也能輕易上手 輕鬆煎至兩面金黃香酥 開中小火 倒入油 稍微潤鍋 豆腐下鍋 鍋內含鈦金屬 導熱快速又均勻 過身輕巧,好翻炒 煎好的豆腐先起鍋 開中小火 開中小火 倒入油 倒入蒜末 蔥白 薑末 點出香氣 豆瓣醬 滴油二分之一大匙 冰糖二分之一大匙 再胡椒粉適量 醬油一大匙 烏醋二分之一大匙 燒作拌草 米酒一大匙 煮至酒精烘發 鱸魚下鍋 倒入豆腐 水100cc 加深鍋體 翻炒煎煮都ok 蓋上鍋蓋 大約煮兩分鐘 打開鍋蓋 太白粉水適量 將鱸魚淋上醬汁 撒上蔥花 香菜 辣椒圈 下飯的紅燒豆腐豆瓣魚 就完成囉 照燒雞腿排 照燒雞腿排的所有食材 高麗菜切絲 放入盤中 稍微攤平 小番茄堆切 雞肉較厚的地方劃刀 醬油三大匙 糖一大匙 味淋兩大匙 水兩大匙 拌勻成照燒醬汁 開中大火 雞肉下鍋 韓國製造環保塗層不含PFOA 輕鬆煎至兩面金黃 鍋身一體成型鋸造 清洗很方便 倒入照燒醬汁 將醬汁煮滾 蓋上鍋蓋 轉中小火 煮八分鐘 打開鍋蓋 將雞排翻面 煮至醬汁燒入味 雞腿排淋上醬汁更美味 白芝麻粒適量 好吃的照燒雞腿排 就完成囉